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是楚北市造会 盘志仁弟兄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 就是已过 看哪都变成新的了 我得救十年 造会生活正常 也有不少佩搭侍奉 但总觉得像属灵的公务员 不够新鲜活泼 去年主兴起环境 让我离开工作十六年的科技公司 放下高薪的待遇 圣徒们为我代祷 我也将难处祷告给主 最后我顺服主的带领 参加训练 在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的课程中 教师点破我多年来 造会生活的真结 我保爱自己 因为聪明人力无往不利 但是我却没有真实的爱主 我缺少破碎 因为顾惜天然的亚玛丽 所以我的魂心肾 凝确软弱 主虽然铺路了我 但是全班恩典的神 借着丰富生命的供应 使我甘心顺服 活出祂的自己 我学习奉下科技人的身段 劳苦谦卑的服事 常常我的制服 湿的又干干的又湿 晚上睡在窄小的床上 和同情的学员 皮齿包容 还要学习 长时间的屈膝祷告 这些磨难 已把我困破在基督的爱里 使我受破碎 被变化 去年姊妹开刀住院 我在狭窄吵杂病房里 陪伴她 毫不受影响 我开始陪孩子读经 在祷告中 把他们交托给主 周末学习洗手做羹汤 爱验家人和圣徒 他们都非常惊讶 过去养尊处优 那个科技新贵 现在已经变成了 属灵新贵 不但被甘心 夺出复活的心照 并且谦卑地跪在主的面前 活在神的面光中 我从没有想过 主在我人生中 插进来这一年的训练 这是奇妙的训练 恩典的训练 受限制的生活 使我心力被破碎 受操练的生活 让她的生命长大 今天咬脖渡口过去了 新的人生战口就在前面 在此我向主祷告 求主保守我 一生爱他 跟随他 侍奉他 赞美主 叫我们老师 对 你 明镜与点点栏目